新中国联邦现在我们要面临的事情 真正的挑战和真正的机会 真的是从今天开始 就共产党的二十大完了 他开始真正的走到他的疯狂之路 新中国联邦将面临的最大的 就全世界对我们的认知 在我们之前的前一周上天的安排 纽约克定义为我们美国人之外 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 外国组织 你想不认都不行 你想不认都不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我们又是 他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共产党 带来最大挑战的人 我们现在还要发财 是不是 还要快乐 还要翻身 还要灭共 几乎是全人类没有过的 所有我们的追求都是真的要流血 甚至改变人类的命运的 而且大家记住 别要以为我们自己啊 这个行为很不重要 你就不为止